铃声不断的作响,黑烟中夹带白烟 船舱不慎冒出恶臭,海巡弟兄赶紧救火 这艘停靠在京港东16号码头 属于海巡署PP3501号巡逻船 1号下午4点,船舱突然起火燃烧 冒出大量的黑烟及白烟 港销出动前往现场 在通知京港市消防局出动了化学车和水箱车前往资源 基隆海巡队首艇同仁于本日16时 十分执行所望巡视时 发现博港支PP35动摇艇驻舱区不明原因冒烟 随即展开灭火部署 拉起机舱消防系统及切断燃油水电阀门 并通知基隆消防队协处灭火 由于该艇为博港退勤 并无人员受伤 17时16分控制火事 17时35分火事扑灭 消防队进行残火确认 初步检视查明起火点 以为电器产品引发火源 本案事故原因上代消防机关再行调查确认 舰队分属立即成立应变中心管制 后续由舰队分属 保险公司及造船厂组成专案调查小组 厘清事故原因 船体设备损坏部分将由船厂进行勘估查查 尽速提出修复计划 目前本分属勤务运作正常 在消防车抵达前 海巡员拿着水管试图灭火 但因为水量有限 无法熄灭 索性消防车赶到现场 控制火事 延烧情况才没有扩大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仍有带监视小组进一步调查 记者 黄少迷 金融报道